欢迎收看DATV第十届沙洲选举特别报道 现在距离投票大限4月16号 剩下不到48个小时了 选情可以说是不停的在升温 就连一些戏码的朋友呢 也开始在紧追沙洲的最新局势 不到两天的时间 参选的政党当然就是紧抓的时间不放的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主要的大陆旁呢 他们已经策略性的放上一些非常有趣的海报 那像是这张照片哦 在这个诗屋的Buget Asked呢 你可以看到候选人的这个海报呢 一大一小对比非常强烈 细节呢你自己细看 当然你想知道呢 观众看了之后讨论了什么话题的话 你可以上到我们的面子书专页的 那这一次呢除了看照片 当然宣传的影片也不可以错过的 因为透过影片呢你才知道说 每一个候选人他们主打的特色是什么 来看我们精心准备的宣传大战比一比 自提名日以来 沙洲选举掀起了一股股的热潮 从街头Trama到挨家挨户 各政党和候选人五步卯足了劲 向选民拉票 如今拥有广大社群的网络世界 也成为了候选人抢夺的地盘 嗯他们在看什么呢 原来是候选人的like page 除了个人的like page以外呢 各个政党也是有自己的like page 给那一些投党不投人的选民 一个幸福的家 接着就是要录制一系列的宣传短片 看来啊候选人已经懂得运用最新的行销方式 推销自己 那你看 国阵人连党候选人沈桂贤一声 你唱情歌时却一点也不羞涩哦 Dr.Sim的宣传短片 以可爱温馨路线为主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真是讨人欢心 那看来Dr.Sim可以和杨晨琳平起平坐 当可爱教主咯 那再来呢我们看看 国阵另一位候选人陈康南的宣传片段 陈康南的宣传短片 陈康南的宣传短片反映他一贯的政治作风 那就是严肃 稳重 富有正义感 还真是关公的接班人哦 明连野独落人后 以团体气势出击 利用群大力量壮大师器 总所谓人多好办事嘛 可以冲一冲人气哦 最后就连独立人士也一起来凑热闹咯 不过长发叔叔 你也应该找个适合的地点来录影吧 不然你真的是太为难我们的观众了 我们古今的同事呢 就发现说这个政党的宣传站一打 互联网的这个网站呢 当然是非常激烈的 除此之外呢 连这个传统的印刷业也为此忙翻天 在整个过程里的时候 我们有时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一天可以 有时他们在追东西的时候 有时在进行时期 大家火气都比较大 讲话又很不客气 所以我们自己在赶工的时候 火气也非常的大 所以有时会因为这种问题 而一些很不愉快的东西 但是我们习惯了啦 他们来讲我做了很多件的大事 我是习惯了 可以忍就忍就过去了 但是这个也不能怪啦 这个东西有时间限制的东西 真的是相当的辛苦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辛苦钱 不容易 所以他们讲说发大险材 其实没有这回事 这是外面一帮人的一种不对的看法 现在尤其是政治 这个政党在竞争的时候 假如你做到A了 你去做B了 你告诉人家说 我做生意了 谁来我都说 其实我认为这个不对啦 因为你这样就跟对不起A 假如你做到A了 你又在做B了 对不起A 因为你A B都会来 你的办事处嘛 当他们的东西都出现在敌人的面前的时候 所谓敌人面前的时候 这个就很不对了 所以我们这个原则要很注意 沙洲竞选期 10天的时间呢 选情是沸腾起来了 连周边的一些商店 包括说咖啡店呢 小贩呢 相关的行业呢 生意都非常的好 难怪我们同事就说 这个当地的老板 个个都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在想说他们可能心里会暗想 真的希望天天都是选举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带你了解 沙洲的最新局势 在我们线上就有DTV特派记者 志伟和朝和 三个月周选举进入最后的黄金48小时 可说是越来越精彩 出动西马成员党 甚至是内阁成员前来沙洲助选的 国阵人联党 在城市选区的选情 可说是毅然吃紧 翻开本地报章 人联党都看到了一篇广告 表示如果人联党在这一次的沙洲选举惨败 将会失去更多官职 而人联党在巴都林党的候选人薛华东 昨晚也在一场讲座会上留下男儿泪 可以预见的是 人联党在选举后期 开始打起悲情牌诉求来 相较于悲情牌诉求 首相则对这一次的选举 感到非常有信心 这可以从各大包张头条看得出来 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张都刊登了一篇广告 是有关一个马来西亚歌舞表演活动 那古静在这几晚都会邀请歌手前来助阵现场的 那比较起国阵的信息喊话以及悲情牌 迷恋又是打出什么样的广告呢 行动党在报章上呼吁选民要回乡投票 以及拥抱改变 而公正党候选人则在报章上面呼吁选民 以及写给选民一封公开信的 我们也在今天报章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广告 协定广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志伟和朝和 现在距离投票日不到两天的时间了 那你觉得这次的选举文化健康吗 竞选策略是不是惊喜不断呢 我们已经把相关的问题张贴在面子书专页上了 你可以认真地回答 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将会认真地收集各位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听听长期关心政治的这位时事评论人 也就是龙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他怎么看这届的沙洲竞选 亚才大哥你好 你好 曲院你好 是 那根据你个人的观察 你觉得这一届的沙洲选举呢 华社普遍上对于政治人物或者是候选人也好 有什么期盼还有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想华人社会如同在西马的华人社会一样 总体上都希望这个这次的选举 或者是未来的状况呢 就是华人社会能够在政策上得到公平的待遇 在具体的项目 比方说社会经济教育等等 得到同等的一个机会 那看起来呢 包括在选举期前 华人社会跟首席部长的对话跟交流的过程中 也提出同样的一个看法 同样的一个要求 不过看起来他们并没有得到马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回应 或者是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但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在个别的区里头也遇到一些状况 比方说在私务 私务几乎每一年都定期的水灾 而水灾的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非常妥善的一个解决 当然这个水灾的问题也长期带来一个一定的困扰 那第三个呢就是首席部长本身的一个问题 首席部长既其家属 在萨劳月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当然华人社会是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在日常生活里头 或者在一些表达方面 显然都没有太直接的提出 但是对首席部长本身的一些状况 的确有相当多不满的声音存在 是 那刚刚亚才大哥提到了首席部长 竞选不到两天的时间 首席部长就放话 就说他会在两年内退位 而且华社一定要认真思考投票给哪一方 那你觉得他这个话是有什么讯息透露出来 甚至说在选举之后 会呈现一个怎么样的后太医时代呢 当然首席部长对于气流的问题 我们从整个选举过程 发现到他是有所转变的 那在选举初期呢 他只说他准备在选后退下台 就是卸任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他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卸任 那么最近听说这个选情更加紧张了 尤其是在国阵方面 整个选情非常的刺警 甚至要动员首相来帮他讲说 要告诉选民说首席部长确定在选举之后会下台 那看起来越来越紧张 所以首席部长必须提出一个具体 所以他提出这个两年的时间 但是大家更关心的就是两年的时间 或者两年后 他是真正卸任下台 还是说他转个身份又担任沙州州援手 以另外一个身份来参与沙州的政治 那这是大家所关注 也是大家所观望的 好 那财大哥 你认为呢 这个人联党的遭遇 会不会像308之后的马华 或者这个民政的情况呢 我想人联党从2006年 也就是上一届的大选 输掉了八个席位之后呢 在经历这个事务的骨选 又再次败北 那整个当前的状况 就是第十届 这一届的这个沙州选举 在华人集中的这个城市地区 几乎一片挂起反风 然后对人联党的形势呢 非常的不利 那在这几年来 人联党在几个方面 也处在一个不利的情况之下 首先呢 就是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 第二个人联党老化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第三个人联党对于 沙州整个发展的状况 提不出一些新的主张 能够吸引显明的主张 那原有老旧的一个问题呢 却没有办法圆满的解决 所以在本届选举来说 人联党的所竞选的议席 跟行动党公正党重叠 就是一对竞选的部分 非常的多 但是整个形势呢 非常的不利 所以依据人联党在本届选举过后 他的遭遇会走向类似 这个马华公会 或者是这个民政党的状况 也就是整体上会示威 整个实力会慢慢减落下来 所以这一届大选来说 对人联党是一个非常紧急的 一个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 好的 谢谢亚才大哥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 好谢谢 好谢谢亚才大哥 那亚才大哥呢也会连同其他几位嘉宾 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九点 出现在DETV沙州选举开票演live的节目现场 和你一起现场揭晓成绩 同时呢也会及时点评选情 那从308之后呢 很多人就认为说 选举就好像是国阵和民连 两个阵营的事情而已 候选人就是独立方面呢 就好像扮演着是陪跑 或者说是分散选票的角色 那这一届的沙州选举呢 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候选人 就是大红花党 其中呢有一位 他退出了公正党之后呢 以独立人士的身份 寻求连任 他就是黄锦和 这位佛罗岸区的老树盘根的候选人 能不能够在最后 暴冷门杀出条血路来呢 来看报道 第十届沙州选举战情激烈 其中独立人士更是历届最多 共有41名独立候选人 那有趣的是 学委会提供了30种独立竞选标志当中 有大象 鱼 饭 书 领带 兔子等等 而飞机成为了最多独立候选人选用的标志 他选用飞机是不是象征自己能够在政治路途飞得更高更远 以独立人士身份上证的弗罗岸选区前任公正党领袖黄锦和律师 则是其中一位以大红花为竞选标志的候选人 其实从政28年的黄锦和并不是第一次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证 可是这次有一点不相同 行动党 公正党已经强大了 然后在沙月有那种的反风 一路来 我都是公正党的唯一的唯一 所以本来你可以想象 我都是应该是明年的代表 带着一朵大红花上阵 黄律师对自己又有没有信心呢 对于外界质疑 参选的独立人士通常陪跑成分高于实际作战 那黄锦和一点都不担心 他反而很有信心地运用跑步的绝招来拉票 十天的竞选期跑来跑去的岂不是会很累 我每天早上是拜访选民 中午过后我下午三点就每天都有记者招待会 OK 然后晚上是drama 所以每天都是这样的 那通常候选人在竞选期有没有特别的保养秘方呢 最受瞩目的弗洛安三角战 退党后以独立身份寻求连任的黄锦和 究竟能否突破人连党沈坚石和行动党新人黄庆伟的夹攻 这个星期六自由分享 明天的节目将会有多位国阵及明年的候选人出现 选前的黄金24小时 我们将会分秒必争带给你最新的沙洲选情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明晚见 明晚见 明晚见